党政大佬连站准备要搬新家了 而他的新居就在台北市仁爱路上的地堡豪宅 而依照了解连站夫妇一共是买下了两户 一个人名下有一户一共是260坪 而保守估计这个市价大约在4亿6千多万 连站买新家了位置就在仁爱路上的地堡 而为什么会选这里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他的办公室就在对面的大楼 就是这么近过个马路就到了 而目前连站住的一品大厦已经相当老旧 有水管漏水磁砖剥落的问题 乌龄更是高达31年 不过每瓶要价65到75万元 连站是买三户才L型打通 预估市值高达1亿5千多万 而地堡新家乌龄只有三年 每瓶要价190万 连站买两户打通一共是260瓶 总价大约是4亿6千多万 不过现在连站与酒病卧床不义行动的 母亲同住要搬迁几率恐怕不高 不过一品大厦即将要都更进行改建 届时连站一家究竟要住哪呢 连站究竟住不住地堡